为什么她就能演《爱情公寓》 就是所谓的一夜暴火 在《爱情公寓》里的那一批演员 后来大家都有转型 除了胡怡飞 好像没有太多大家能记住的角色 这部戏确实给予了我很多东西 像我们班音乐剧 毕了业就等于失业 我前面过的拍摄角色的感觉 作为演员 她眼前的主线是什么 就是我想把她的生活环境 我人生当中的贵人是那些伤害到我的 给我带来疼痛感 等于是要上太空 stand by 来了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你好你好 久等 久等 你好 我看昨天你跟他们聊的时候特别好笑 你说你早上特别肿 对 太肿了 还没有肖肿 现在还没睡醒 没事我也肿 我们会一起有个肖肿的过程 有这个滤镜吗 哈喽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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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过去准备 拜拜 你刚演胡一飞的时候二出头 你在乎吗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叫你一飞一飞 我不在乎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如果作为演员的话 我的工作就是塑造角色 那么我有生能够有幸塑造一个角色 让大家记得很深刻 甚至大家会说 哎呦 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童年 或者一代人的青春 我是觉得很荣幸的 我始终觉得就是 我不会活在别人的嘴里 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活在自己的心里 反而我人生当中的贵人 是那些伤害到我的 鞭策我的 就是给我带来疼痛感的 我身边接触我的朋友 我的亲人 甚至我的同事 他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其实你现在很多时候 可以这样说吗 是在吃爱情公寓 胡一飞这个角色的红利 可以这么说 当然可以这么说了 这部戏确实给予了我很多东西 给予了我名气 给予了我现在我有资本 去做一些我认为的 小众的别人不认可的东西 因为我的那个专业是音乐剧 所以我们班就很多 有转行的 然后有北漂的 也不是很成功 然后有一些也是 还在继续坚持着 咬牙坚持在 舞台剧的舞台上 像我们班音乐剧 闭了业就等于失业 但是如果我只是 完全纯做舞台 我可能会不会饿死 这么现实的问题 就是这么现实 现在就是舞台剧演员的状况 真的是他们的得到的一些报酬 就是太少于他们的付出了 可能演艺场下来三五百 好一点的八百一千 但是每个月又不是天天都有演出 所以那回过头来讲 如果我当年没有 因为刚上学就演了爱情公寓 没有这些小小的名气 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 场场爆满的情况了 所以我 很现实的一个状态 我还是得拍戏 我还是得参加综艺 这样的话 要生存的 还是要养爸妈的 我总得去靠一些东西 去支撑我的 所谓的理想 所谓的梦想 我像之前演了 英国伟博的一个经典音乐剧 叫《猪肉练曲》 它是一个独角音乐剧 我当时我是经历了 声乐面试 然后就是好几轮 然后还有体能训练 反正就各种面试 然后到最后排练 然后到最后再争取到这个角色的 就包括前期的那个翻译到中文的一些前期的创作 我其实整个过程都付诸了很多心血 就因为知道我是音乐剧专业出身 你是要跟其他人公平竞争的吗 是的 是要公平竞争的 是大家都要去面试 然后一轮一轮的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胜心特别强的人吗 我是这样的 就具体的事情交给我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这个戏交给我 这个角色交给我 我是非常的不佛系的 我一定会非常专注 非常努力地去完成这个角色 然后就是跟我合作过的 就是无论是对手 还有导演 还有工作人员 都会认为 哦 楼一乔很认真 他很敬业 就像我当时就在努力音乐剧排练的时候 我就在来回的飞机上在背着剧本 到了之后马上就非常认真的 就很专注地去努力地去记住所有的东西 或者拍到很晚 录到很晚 我不能因为体力不行 或者是因为我状态不好 我就辜负了这个角色 辜负了这段戏 每个角色我都会尽力地去调动自己的细胞 去对得起这个角色 当时就是憋着一股劲 我说我一定可以 那些你上综艺啊 或者是演戏的粉丝 他们会去看吗 你觉得有影响力吗 没啥影响力 知道的人也不多 就好比说我当时刚好 不 因为就首演的时候 首演当天 刚好赶上我当时录一个 就是特别火的一个综艺节目 也是那天播出 演完下台之后呢 我特别想在网上翻看一下 大家对我就是今天在舞台上的表演的一些反馈啊 有一些评论啊 结果这个铺天盖地的那个流量 还有那个评论 都是可能是关于我的那个综艺节目的 但是我就一直翻 眼睛都快翻 翻哗了 才能翻到一条 就是关于我今天演音乐剧的一个评论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但你会觉得偶尔会有这种感觉 好像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重点 其实各行各业大家都只会记住那top3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所有这些我去学习的 或者是去探索的一些兴趣 包括自己的一些技能 其实是为了我自己 而不是为了我要去追逐这个top3 我觉得是在丰富演员的语意吧 就你觉得你至少摆在你面前的机会 是让你觉得还可以的 是能接受的 对 是可以接受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忌多不压身 如果我不拍电影的话 我可以拍电视剧 不拍电视剧的话 我可以上上综艺啊 然后以歌手的身份去参加参加晚会啊 包括春晚的小品我也去啊 是不是 包括眼前这个节目 可能它也是会有竞争性的 在那个环境里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那就做好自己去努力就好了 就是真的是要 就是好好的做好 就是十分的努力 然后 当然也是希望能走到最后了 但如果走不到的话 那也很正常啊 就打个比方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市场 讨论流量 讨论如何如何的 就很多的一些考虑的因素 取决于要不要用你这个演员 因为如果我是制片人的话 我也要考虑这个戏 我拍完之后 我能不能卖出去 所以我是非常理解的 然后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讨论 三十家的女演员 到了这个阶段怎么样 但它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你觉得你自己能去对抗吗 不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这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标准 经常会有人问一个女孩子 你都三十岁了 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人家就不会问一个男生 你都三十了 你怎么就是标准就不一样 那这个行业可能更不一样 更特殊一点 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意识到 你的魅力以及你的才能 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多 真正欣赏你的人 不会因为这个数字而去抛弃你 反而我觉得我最近越来越好了 因为可能是楼义校的人设 立得越来越清晰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大家老说 我是斜杠青年 或者就是说 好像哪点都可以啊 其实这也真是我想要的 我不会就是 别人觉得你楼义校应该是怎么样 别人觉得你楼义校 你必须应该是演这样一个类型的角色 或者是你必须得好好唱歌 你必须得好好演戏 你别整那些用不着的 或者要不你就 你别装什么清高 你又怎么那么着的 要不你就踏踏实实的 你就专门去做艺术做音乐剧 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生活的考量 但你现在拿到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的准备认知和期待是不是不一样 对 会更认真嘛 更多一些 我觉得好的演员 他就应该像液体一样 他装在什么容器 他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那演完这个呢 我把自己倒空 倒出来之后 然后我再装进另外一个形状的容器 我记得好像陈凯歌导演 他有个概念 就是说演员的武器很重要 就是他会的一些东西 他的一些 比如说我的台词很好 我的声音很棒 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的积累 可能对于这点来讲 我是很有自信的 你觉得现在手里的武器够多了 够多 但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起码我可以说我够多 我比可能就是正常的 就可以重新选择一个战场 再去上战场了 是的 这次是一个战场 他也同时 也是一个游乐场 抱着战斗的心态去玩 抱着有娱乐的心态去战斗 我只是想说 我在试图去证明 我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我是很有自信的 但是如果能通过这个节目 让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或者哦 楼玉笑还有这样那样的可能性 那我就来对了 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参与了工作 参与工作之后 其实从第一部戏一直到现在 其实还蛮顺的 就像我们打了一些所谓的顺风局 对 可能现在就是太顺了 就一巴掌 拍那 对 我不会说选择 我会很长时间的停下来 我去 就 演员这个职业还竞争还蛮激烈的 我觉得是怕自己被淘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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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